跟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叫敬明叶来自贵州 今年30岁 是一名石娃娃患者 从很小就开始 发现自己有这个问题了 应该有两岁吧 会走路了 第一次跨门开的时候 摆了一跤 大腿在那里就骨折了 当时我爸妈都不知道 以为就是那种 简单的骨折一下 我的爷爷就用那个 木棍的沙木 就是把我固定好就行了 没想到还是不行 它会错位 然后骨折会变形 应该很疼吧 也没有打石膏 就在家里处理了一下 没有 我从骨折都没有去医院 打过石膏 每个骨折都很疼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然后不能动 只能躺着 我刚才看你走上来 其实这个组着拐 还算是比较轻盈的 在小时候 我的妈妈给我锻炼的 原来我是不能煮拐杖的 地上爬着走的 是经过妈妈的锻炼 对 我妈妈就想了办法 去山上给我砍了 木棍 自己做了拐杖给我 开始学了之后 我肯定很害怕 因为骨折 吃出太多了 那种痛苦 很难承受 我很害怕 我不敢走 怕再摔一下 对 但是也摔了 我妈妈还是劫持的 让我锻炼下来 后来就学会了 用拐杖走路 家里就你一个孩子吗 我妈妈生我下来的时候 觉得我是这样了 后来要了一个弟弟嘛 觉得 哎呀 是个男孩嘛 以后怎么照顾我的女儿呀 男孩肯定没那么细心的 我妈妈就 在生了我的妹妹 没想到 在月子的时候 我妹妹的小腿 突然就骨折了 从此以后 我的爸爸妈妈 脸上就没有出现过笑容 本来想生一个女孩 让她长大了 照顾你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女儿 也和你是一样的情况 对 跟我身高一样 妹妹比你小几岁呀 小八岁 哦 小八岁 所以也是在 姐姐的保护下长大的 我经济过的 我肯定是要教她的 让她注意那些 所以她的病情 组一只单拐 就可以走 那你后来学会了 这个走路 组着拐 上学了吗 上完 爸爸妈妈背着我 还有我的妹妹 一起去上学 那个山路 走路上 都需要走 快一个小时 还要爬那个山 夏天到学校的时候 我爸妈的汗水 都已经把衣服 给湿透了 但也坚持让你去 对 我非常感谢 我的爸爸妈妈 真的 很感恩他们的 所以我妹妹 就是这样的 她妈对我们 不离不弃 为我妈妈 怎么吵死了心 后来 我在那里面 条件实在是 没有了 我了 好了 我爸妈妈出去 打工了 我就辍学了 我的妈妈也辍学了 那个时候 你初中 妹妹才小学 刚上小学 对 那每天在家里 我叫我妹 你叫妹妹 我叫她任志 我也带着我的妹妹 当时妹妹她16岁 一起跟我去深圳 去深圳干什么了 去上班 一个艺术团的 那你挺胆大的呀 自己就带着妹妹走了 爸妈同意吗 爸妈不同意 我爸妈还哭 说不能出去 但是你被骗了 你家都回不了 没有办法 我爸妈太辛苦了 我不管是怎么样 出去药室闯一闯 万一能找到一份工作 能养活我 和小妹 我能为爸妈 解情负担 那你们千里条条 去到深圳 军属团收下你们了吗 就得考核你们的记忆呀 收了 有工作了 我们很高兴 高兴的就忘了 给我爸妈打电话回去 我妈妈就认为 我是不是被骗了 两孩子丢了 对 丢了 后来把我工资 都给我爸妈打回去 我说 妈妈 我爸爸 我能赚到钱了 你们需要啥的话 我会给你们买 报答你们的 我爸妈非常的高兴 也很感动 她以为 我和我妹妹 就在家里面 度过一生 没想到 我能把自己 和妹妹养活自己